请置顶 好 置顶了 好 我今天要带给大家这首歌 叫做一辈子的孤单 一辈子的孤单 这首歌它是粉红女郎 OSD的那首歌嘛 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 就会觉得 这首歌为什么会这样唱出来 好惨哦 但是我后来想 其实人都会有孤单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是 要找到在人生当中 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充实的东西 因为孤单这两个字写开 它是有孩子 有瓜果 有小犬 然后有虫名 它其实是并不孤单的 不会孤单的 没事